哈喽,我是雅丽,达伯德 然后我先想今天我们三个人来瑞士这边 后面Foxdale瑞士这边的一个澳莱 因为昨天Fairagamo的官方给我发信息 他说他们家开始折扣了今天 40%的折扣 就是他们的澳莱价钱的基础上 对澳莱的价格基础上再折40% 我就想怎么这么早 现在才6月份 6月8号就开始折扣了 怪不得我年没做代购之前 我折扣就是7月份 我每次7月份来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货了 也找不到马也找不到狂蟹 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家折扣这么早就开始了 这边早早就不用戴口罩了 米兰还戴口罩的时候这边绿马口罩都已经不要了 米兰现在也是有吧 对啊 现在看一下 除了Fairagamo家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牌子 也开始有折扣了 阿迪达 我上次在这里就淘到了一双限量版的阿迪达鞋子 我现在过来吃一点喝一点 因为中午每时间吃午饭 这边的物价要比米兰高很多 你看他这么一杯是6块5 为什么我选了这一杯 是因为他家橙汁一杯也要5块钱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划算 米兰橙汁只要3块半一杯 现在瑞士法兰跟欧元是1比1持平了 在五六年前吧 欧元跟法兰还没有持平的时候 就是一块欧元可以换一块四五法兰 那时候去瑞士买东西其实特别划算 特别是买奢侈品之类的 然后那边会价格又比意大利这边低一点 因为不用交税嘛 我们意大利人过去瑞士那边的价格 他们是减去20%的税的 所以减20%的税 再加上这个汇率差 当时真的感觉那边买东西划算 但是近年来好像就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感觉 因为1比1持平了嘛 他们的货币 然后我今天来了Fergamo这一家 其实它没有全部东西都减40% 有一些伤识 但我来到这家店啊 它其实还没有对外 只是针对一些内部认识的代购 你看所以它在它的店面里面都没有放出来 说已经开始折扣了 其实在这个阶段是可以淘到好看的款式 跟马齐全 但是就是折扣没有那么的力度大 因为6月初嘛 我相信到了6月中 6月底就开始40% 然后50 到了7月中的时候 就是偶尔会逃到那么一两双 达到70% 一般在70%的时候 其实剩下的马要么就是34 35 要么就是40 41嘛 这样子 我妹的脚它是35马 所以她经常可以在她家 淘到100多来欧的鞋子 我感觉她家的鞋现在好贵啊 想当年也不能说想当年 就是两三三四年前嘛 我感觉她家鞋子平均都是在500欧 600欧极限了啊 现在一些鞋子动不动就七八百欧 则完了还有400多来欧 真的 奢侈品长得太疯狂了 它不单单是她家 其他的一线品牌的东西 真的也都是在狂展 之前大家都觉得战争 还有疫情带来的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 应该奢侈品 不能说让它降价 最起码也不要涨的这么疯狂 结果真的是 万万没想到 涨的 而且一年涨两回 意大利这一边的珠宝品牌 也狂涨 像Cartier Bulgaria 一年涨两回 问题是还有人排队去买 我朋友都说 这时候还不买的话 待会又涨价 再这么涨下去的话 真的是买不起了 瑞士这边奥莱 真的就只有菲尔嘎姆 它家有内部折扣 其他的品牌都还没有开始 像Gucci也是 Gucci其实多么没什么折扣 到了打折季的时候 它会有那么几个款式 打点折 但是那些款式 应该也都是不好看的 一般像前面这些卫衣啊 T恤都没有 都没有折扣 现在它家的卫衣 一般都在一千多元 原价 折下来五六百 然后T恤六七百 折下来三四百 今天逛了Gucci 还有巴宝丽的 然后去了巴宝丽那边 我们也看到了好几个款式 是上一季的新款 其实挺好看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价格 发现只有百分之二十 三十的折扣 我之前一直觉得 奥莱的店 应该是专柜的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结果我发现真的没有 只有奥莱的款式 就是专门给奥莱做的款式 那些折扣力度是大的 有一些专柜 退下来到奥莱卖的 折扣一般都不是很大 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 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一件衬衫 我看了一下 它这里还要卖七百欧 但是我看过我视频的人知道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特卖会吗 特卖会也有巴宝丽这个牌子 我买了衬衫 我也买了 刚好买了这一件 你知道吧 那时候达百分之五十 我就觉得好划算 也根本没有七色 我印象当中 我买来的那时候 只有三百五十块钱左右 那就成啥 所以从这个我发现了 原来特卖会的衣服 远远要比奥莱的衣服 价格来的划算 之前我一直觉得奥莱的价格比较划算 看来不是 除非奥莱折上折比较划算 如果没有折上折 真的还没有特卖会来的划算 而且特卖会的话 最少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 有一些还有七十 而且卖的都是当机款 当机款的话 一般都能找到一些爆款 好看的 过几天十四号吧 好像有好几个牌子有特卖会 我收到了邀请函 到时候我也会去 然后我去看的时候 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都会拍一些款式啊 衣服鞋子之类的发到群里 如果你们也对这些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我 我前面箭头放的这几个T啊 你看这件灰色的 我就给林先生买了一件 价格比这里优惠 特卖会的时候买的 但特卖会的话得要同一天去 还是能找到一些 比较爆款 比较好看的款式 一般特卖会它都有个三四天吧 但是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去 所以都能逃得到比较好看的款式 在这里竟然开了一家Off-White 之前没有的这家购买店 近年来这个牌子超火 这个突然间很火这个牌子 年轻人穿 这么贵的东西 你买过来穿四年五年算了 每年都穿这个 小时间 这次还没关系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还没关系